阿囉哈 全民喵咪打 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 一樣是我們隨便帶來的隨便打環節喔 那今天的話 我本來是想要把我們那個 日本的這個臀片時間就是錄完啦 所以原本就是想要打很多的真傳奇關卡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今天喉嚨狀態好像不太好 而且我待會還要去 幫咪嚕錄音 然後晚上一定又要去KTV 所以我覺得今天感覺就沒辦法錄那麼多 所以這邊目前來說我們的這個 屯片地方只有先打到沉睡森林的故事的惡心 然後就開始 狂卡猛卡耶 那個關卡是 八神經有這麼強是不是 惡心就開始卡了 我就不知道到時候三星要怎麼辦了各位 完蛋 完蛋了 那大家基本上有沒有在保養你們自己喉嚨阿 如果你們有一些保養喉嚨的方法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記得我好像都是一直瘋狂吃那個喉糖吧 而且我最近覺得就是 你在看燙課之前阿 比如說你去KTV或幹嘛的時候 就是有那個喉糖嘛 你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吃一直吃 就還蠻容易可以飆高音的欸 這個是我後來發現一個小撇薄 所以待會我應該會去買一整盒的喉糖開吃吧 因為我覺得今天感覺好像狀況不是頂好 不知道為什麽 好 這邊小心一點點 完了 完了 初級條件限制 再加上被傳送到北邊去 不過好險我們這邊出號機是出來了 好險OK沒問題 就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之前不是上一次出國嗎 就是八月忘記什麽時候了 那一次也是一次就是錄了超多影片嘛 錄了差不多66部吧 然後這一次基本上要錄54部 然後我已經有把一大堆部份先錄完了 只剩下貓戰的這個環節了 然後 真的覺得就是連續一整天 就是要錄很多影片一直講話的話 頭龍真的是會受損的欸 就我有盡量就是壓低 然後也不要那麽亢奮 也沒有就是那麽用力 好像還是會很容易就是 會出狀況 所以我覺得一天真的是六部 一天出六部影片真的是極限的 如果一天出七部的話 我們來出國我就要再加更多 一天六部真的是極限的 雖然可能可以再減啦 只是我自己不想要讓自己剪 因為剪的話基本上感覺 如果之後有更好玩的遊戲的話 感覺就沒有辦法再更新這樣子喔 從不死生物總統就回了進去 沒有問題各位 然後這個不死生物來一起 感覺好像也沒有什麽其他的 這個大挑戰的這個關卡了喔 那最近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 機械反抗軍的這個時代 不然我們今天就把機械反抗軍給他打完好了 雖然要花很多喵力打 但是就算了喔 這至少是這個秋天的這個環節 今天直接把他殺清 殺清我們的這個機械大戰喔 雖然一關一關一天一天 然後三個小時這樣過 還是建議大家這樣打啦 只是這邊就是希望大家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段落的影片環節 還是就這樣點 那我也是蠻期待就是後面 會不會有什麽其他的 但看起來應該不會有啦 因為我們這邊的問號就已經出現了 然後最近最新的就是那隻黑色鱷魚的 所以這個重新啟動的這個機械關卡 感覺好像就沒有那麽多的新的敵人 新物種 感覺就是讓大家輕輕鬆鬆拿貓咪卷的環節 還算是不錯啦 因為貓咪卷是可以讓大家比較輕鬆 拿到金卷的環節 我怎麽那個 我的貓力打A怎麽變這麽少阿 我的貓領旗也變超少阿 完蛋了啦 我的貓戰怎麽越來越窮啦 完了 自從開始沒有在課金之後 我的貓戰真的是窮逼撲欸 大窮人欸 窮鬼欸 我的天 貓力打A變少 然後貓領旗變少 貓領旗變少一定是因為我一直在輸的關係這樣 喔 重新啟動我好像有點難度喔 因為這關的話看起來鱷魚的這個數量還蠻多的 但鱷魚基本上其實不用太擔心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不用用會心一擊也是很好扁的 你只要用一些就是那個輸出跟他碾壓就ok了 但是這個LV5開始 喔 有點看頭了喔 開始沒辦法在那邊5 4 3囉 其實有一些關卡就沒辦法讓你在那邊聊天 我覺得那種關卡就蠻有挑戰性的 你看 不是阿 為什麽我喵力打A變得那麽少啊 還是我喵力打A本來就很少 我記得我喵力打A好像都是拿來通那個就是 通那個什麽啊 通我們那個月間的活動 怪怪喔 來了 剛吸一腳 走起 沒問題 開撞開扁 來了 重新啟動LV6 然後這邊 先出個七歲歲 吃電荷碼 輕鬆解決 好 重新啟動LV6 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LV7 什麽意思 什麼出BUG啦 他回復意思是多少 喔 白痴 難怪欸 我的智障 哇 我被騙啦 這就是什麽 智服看清楚白痴 我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各位 你們都看到了 那個階塊要6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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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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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好像 感覺失去了一堆東西欸 各位 怎麽辦 我那個喵 難怪我會這麽窮 那無緣無故亂花錢啊 各位 哇 死定了 完蛋囉 各位 怎會如此白痴喔 欸超慘欸 完了 我忘記這個地方可不可以拿一些喵利達A的 那死定了 各位要看清楚欸 完了 再不看字啊 哲平 我真是沒有在做效果欸 你們看這 這就是平常的哲平好不好 你們相信這老觀眾已經見怪不怪了 我就是這樣子 我在玩 玩這種類型遊戲 我們是完全沒帶腦的 你知道嗎 看完了 白痴喔 我直接浪費超多喵利達欸 我傻眼 如果喵利達是我的黃金 我直接哭死欸 完了 這好像我第一次在玩那種虛擬貨幣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直接賠光 你要用六罐喵利達A10歐哈嗎 可以 難怪我就覺得奇怪的喔 好像會減那麽多 因為他不是一罐一罐啦 因為我們之前一罐一罐的是那個什麽 是那個月間活動 他這個 一罐六罐 喔 完了 我這個心態 心態很不舒服欸 死定了 而且這個感覺好像打20歐或是打幾歐 好像沒啥用欸 就他沒有那個金券可以拿 完了 我突然覺得我的那個 盾死 失去了好多東西欸 我開始人生灰暗欸 六罐喵利達 六罐喵利達很難存欸 我的天 你起碼也要打差不多 就是那個什麽阿 那個全民星 那個什麽 月間活動的那個可以拿到 拿到兩罐 但每一次我都會耗掉 那所以等於是我要等待那個 三次的這個月間活動 才可以拿到 才可以 才可以拿到那個欸 才可以拿到六罐欸 然後我剛剛接關就直接 花了差不多12罐還是18罐了對不對 哇 傻眼 完了 心態不正確了 需要修修了 各位 太慘了吧 完全不知道我剛剛在做什麽事情 太捨了 欸 他這個異界貓咪塔的話 好像就是 美食官他都是送你這個 彩虹貓薄荷種子 因為彩虹貓薄荷種子的話 好像 也是一些比較重要的 這個進化道具的樣子 所以這個 就還蠻需要就是 來這個拿一下 然後黃金薄荷是要去 那個神社那邊拿這樣子喔 我來盡量用這個 聊天話題來 來混淆我剛剛的那個獸 我受的驚嚇你知道嗎 很扯欸 再不看字啊 我傻眼 我想說 怎麼突然變靈了 突然歸零欸 現在打擊太大了 有點不知道該說什麽話了 完蛋 21樓打完應該就可以先修修了 這關的話是 鴻鏽的漩渦關卡喔 但這個修修我應該也是要先把 待會9點的影片先錄完啦 但待會9點的影片的話就是錄我們那個什麽 我們的這個真傳奇關卡應該就還好 哇 疲憊 我感覺被掏空了欸 雖然只是喵力打 但是我還是覺得自己被掏空了 哇 這要看清楚阿各位 不要學哲平阿 好慘欸 夭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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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